我们每天都在分辨各种颜色 它给生活带来了不同的体验 但是这些颜色真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吗 嗨科普了 闪电哥今天带来 颜色是怎么形成的 事实上颜色根本就不存在 从某种程度上说 它可以理解成人的一种幻觉 颜色是在光与视神经系统和视觉系统作用下形成的 也就是说色彩的呈现完全取决于光和视神经系统 那么如果真的不存在颜色 我们看到的颜色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我们要知道声音也有不同的频率 人耳能接收的频率范围是20赫兹到2万赫兹 除此之外的声音我们是听不到的 事实上光也有类似的特性 人眼能接收到的光波波长在380纳米到760纳米之间 其余的人类就无法看到了 我们眼中的颜色只能反映光波的一部分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 其实世界上并没有颜色 但对人类来说 世界的色彩是多元未知的 1666年尤顿通过棱镜发现了太阳光 是由不同颜色组成的混合光 而颜色的产生 则是物体把照射光线反射出去形成的 其实大多数物体都不发光 但是不同的物体在反射光线时 会吸收不同的光波波段 比如红色物体就是因为它吸收了 除红色波段以外的其他光波 而光反射比率的不同 使得物体呈现出多彩的颜色 当然黑白灰只是明暗度 并不属于颜色 那如果物体反射光波频率相同 我们看到的颜色会是一样的吗 理论上讲确实如此 但实际情况却有所不同 比如色弱者看到的颜色 就和我们有明显的区别 因为光线进入眼睛后 并不直接呈现在大脑中 而是要经过视觉细胞的翻译之后 才是我们看到的颜色 视觉细胞的三种不同色彩 对应了看到的颜色范围 虽然人类没有黄色视觉细胞 但是红色和绿色可以组成黄色 因此我们能看到多种不同的色彩 但如果视觉细胞少了红色 人们就不能分辨红色和它衍生的色彩了 对于红色色弱者而言 红色就是尚未发现的颜色 同样世界上有一部分人 拥有四种不同的视觉细胞 他们看到的颜色会比普通人更加丰富 所以说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颜色 我们看到的色彩是光与视觉细胞 和视神经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 那么假设人们的视觉细胞也相同 我们看到的颜色就会是一样的吗 其实也不会完全相同 因为大脑也在创造着颜色 它可以通过已有知识中事物存在的样子 对我们看到的画面进行调整 举一个例子来说 在纳米比亚的北部有一个星巴族 他们有自己的语言系统 星巴人在描述颜色时和我们有很大的不同 他们表达水和牛奶的颜色 会使用同一个词白色 而把蓝色的天空称为黑色 也就是说星巴人和我们描述同一件事物时 会使用不同的词汇 而且他们只有五个形容颜色的词 足足代表最深的颜色 瓦帕代表白色和部分黄色 布鲁则代表着一些绿色和蓝色 他们描述颜色的方式和我们有很大的区别 所以语言对于颜色的描述 可以改变人们对它的认知 同时也说明世界上每一个人对于颜色 可能都有自己独特的经验 而这无法用语言来进行描述 就好像有人看到香蕉是黄色 也有人看到是蓝色 但是不管你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学习的就是称这种颜色为黄色 所以我们可以进行沟通和交流 而且每个人对世界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体验 这也导致他们的审美观念并不一致 所以世界真的不存在什么色彩 而所谓的颜色只存在于大脑当中 好了今天就到这了 关注我下期带来精彩的内容